各位同學 今天是禮拜六 週末假日又到了 那今天的進度要補昨天的一個問題解答 沒有 我們沒有給君財按照原來進度做 Charlie Mike的講解 解籤 所以我們今天來補昨天的進度Charlie Mike 這種可以滾動式調整 那看一下昨天 的單元滿受同學歡迎的 這是我昨天的單元 我們先來解答一下問題 當然解答問題之前 先來看一下今天也不錯的兩堂課 一早起來11點左右 我是上 這個林同學的繼續上他一個禮拜兩次的 造句文法課程非常不錯 林同學的造句已經進入到沒有什麼太大文法問題 只有邏輯問題的這種 階段是非常非常 不錯的進展 所以我花了大部分的時間在討論 最難的 邏輯問題 邏輯牽涉到文化跟用法 文法對但大家不見得這樣用 或者是說文法對了可是表達出來的意思 不是那麼完整 尤其是單據的造句沒有上下文 所以這個部分 處理的討論的比較多 跟 美國和我們國內 不同的次度不同的文化 所產生不同的表達方式 也可以找一些網路的資源 像我這個是臨時找到網路的資源來算 薪資 獎金 福利 這一類的美國的做法 非常不錯 也提供同學做個鋼胸鋒鋒 一個禮拜兩次一次一個小時不管你是 固定循環來做 還是一次性我們都非常歡迎 接下來呢是上 陳同學固定的課 今天探討了兩篇 經濟學人是用Google Meet 用經濟學人 看經濟學人雜誌 探討了兩篇 都跟 中國的新疆的人權問題有關係 一個是 一個叫做 Charles Lieber 這個很著名的 哈佛大學的化學教授 到中共 中國參加千人計劃後來好像有 逃漏稅之類的涉及了 商業間諜的 或是類似這樣的一個活動最近 很有名 經濟學人也做了一個探討 那我今天也做了一個Google Meet上面的探討 另外就是新疆的 棉花 之類的 這兩個議題都跟美國有關係是我比較拿手的 這樣子 也提供同學做個參考 另外來看 很多同學 幫我把 我的YouTube裡面很不錯的東西做一些加工 像Gocky Hawk做了一個 GI App檔 也不錯 我們可以來觀摩一下他做的GIF檔 這個是他幫我挑的一個 一個鏡頭 然後呢幫我做成GIF檔很好玩 那我就把他放到我的 放到我的Twitter裡面 把他釘在這個地方釘在第一頁然後讓大家有興趣可以來看 這蠻好笑的蠻好玩的 他會重複不斷的循環同樣一個片段 那今天我在Twitter上面同步發表的也有一個 我的累積人氣 寶山的累積人氣終於突破200萬 所以今天下午剛好200萬的位置我標記了一下時間 跟剛好200萬這蠻好玩的我也標記一下 事實上這個累積人次 已經10年了包含五米小站那個時候轉過來 到現在已經10多年才200萬是很慢很緩慢的啦 但是因為畢竟也是一個里程碑我就把它記錄一下 也把剛剛的我在 我的Facebook也有讀書會裡面也貼了一個 同學做的這個 蠻好玩的我覺得蠻好笑的我把它貼過來 讓同學也分享一下愉快的心情 接下來我就來做問題的解答 那也有 昨天這個檔案傳給我的 D31的同學 他也又傳了一些美國陸軍的很好玩的 這種訪問的笑話給我 我看的也蠻好玩的 但那個有跨文化的問題 所以也不在這邊播啦 因為那個你懂美語跟美 美國美軍陸軍你有實際經驗你看的 看的會會心一笑 感謝D31的同學 好我們來看解答問題 同學昨天給的問題 Motland Monjack想 大師久違的龍心大躍 我又不是皇帝我哪人龍心大躍 看到大師捧腹大笑 非常紓壓 感謝希望能夠持續傳遞正能量 疫情當頭 大家又很悶 我們 做一些正能量的一種 舒緩的紓壓 這種 微笑運動也不錯啦 可說是大師拍YouTube以來最歡樂的一集 我是不知道我是一直都很歡樂 哈哈 是否該建議RX來收看這一集 千萬不要 否則他如果胡思亂想 畢竟他是patient 他如果認為我在笑他 我不是 跳到黃河也洗不清 他病情更嚴重了 什麼病瞬間都被大師從哪兒笑聲治愈了 感謝 謝謝 JuTube講沒想到2022才過7天 大師就打破自己過去在張路好笑翻譯那幾所締造 持續不中斷笑的紀錄 我已經忘記我在張路好笑翻譯 好像翻到行百里路半九十 然後我稍微看一下 感謝同學有 把 那一集的名稱 第100集 給了我 我有上去看一下 好像也還好 感謝同學提供的 我那一集第100集 好像是 2022年 2021年9月還7月忘了 同學有興趣也可以用這個去搜尋 到YouTube搜尋看一下 因為那個片段蠻長的 我等何其有幸能見證新紀錄的誕生 感謝同學 另外有一個同學講 不知凸間閉眼疾摳是不是適合放進歌詞裡 凸間閉眼疾摳是所有 你是心訓去涉及都會被班長罵的 影響涉及的 幾個原因之一 凸間閉眼疾摳 應該請大師來作詞 作詞作曲才對 新的一年很想幫大師蒐集金句做成 Copulation 然後年底當成回顧 那我也不知道我什麼是金句啦 我自己隨口想到哪想到哪 所以同學有興趣蒐集可以蒐集 那我是無法判定 什麼是金句什麼不是金句啊這樣子 121同學講5分56秒 秉等體位的陸軍司令 我是確實 感覺到他是平等體位啊但是 你說要到 宜等體位不是平等體位 以升到將軍來講 長期的不正常變態的生活 下來多半都有一些身心的問題啦 所以以前我們看到 為什麼我講上校 半老史 上校以上全老史 因為他長期在一種不正常的 環境中 生活久而久之就 有很多很奇怪的 你看老邱那個眼神跟他的反應像正常人嗎 哈哈哈 所以很多人都是平等體位啦 所以以前 你到國防部總部開會看到降級軍官的會議 就是 開一開 中場休息一定是拿很多那種藥有沒有 裝藥都有一盒一盒的東西 趕快拿出來吃藥 大家分享一下慢性病 慢性處方先開的藥哪邊拿可以多拿一點 哈哈哈 交換一下藥啊這樣子 拿個比較有效 這個都是我們 長期以來 只知道要求部隊亂操一通 自己呢 一大堆病 這樣子 我來看一下 這已經達到平等體位了嘛 怎麼還可以當陸軍司令 我就覺得奇怪 難道 徐原浦 不是徐原浦 難道陳寶瑜你自己 就算你 減肥有成 你去看每個人一大堆藥在那邊吃藥 藥罐子沒有一個是健康的 好 這個是我回顧一下 感謝EAEA的特別留心 他是不是平等體位 他到三種去檢查誰敢讓他平等體位 哈哈 那個是閉眼睛蓋章 假的假的假的 Wen Chang Wang同學講到 世貿富人 吃錢 冒犯 負債 忍不住 這個也不錯 也可以 收錄到歌詞裡面 吃錢冒犯負債忍不住 蠻像金房部的 主任的那個樣子 這樣子 那全部都講完了也感謝同學 我們現在就要回到Charlie Mike的單元裡面來做正貴的單元昨天沒做10分鐘開場解答問題還算不錯 那我今天因為上了兩堂課 所以 早晨起來 中午的時間 中午的時間要上課之前我吃了吐司麵包夾 花生醬喝了咖啡跟牛奶所以還算不錯 一天的熱量跟養分都還夠 下午呢 上課前我把昨天的稀飯 煮的稀飯拿來跟紅豆湯 對一對 就吃綠豆湯對一對吃綠豆稀飯 上完課之後呢晚餐的時候還不是很餓我就煮了紅豆湯 然後吃了三顆 湯圓芝麻湯圓 然後呢 紅豆湯跟湯圓 三顆稍微分一下一顆拿來跟紅豆湯配在一起吃 一顆呢我就挖一點酒釀煮一個荷包蛋 水煮荷包蛋 對在一起 就變酒釀湯圓了 那我這次吃的酒釀湯圓是 黑芝麻湯圓煮 煮好之後呢對冷的酒釀我酒釀不拿去煮 蛋另外煮 然後呢 加熱水 不放糖 因為把黑芝麻湯圓戳破之後 黑芝麻是甜的 甜度蠻高的 攪一攪 味道也其實也不錯這樣子 那另外一種做法是 湯圓煮好撈出來然後呢 酒釀跟蛋 煮在一起 這也是一種吃法我兩種都試試看 吃完酒釀湯圓當成晚餐之後呢 就歸西大法 稍微瞇一下 咪到9點多我才起來 所以我才剛睡醒 所以今天這一整天其實蠻充實的 晚上如果肚子會餓 我可能就吃一吃 巷口乾麵加工一下 多加一些別的我自己加機率的菜 好就不錯 那昨天其實我也是吃牛肉麵 昨天晚上 昨天上了一天的課回來 錄完小單元解答問題之後呢 我是把 稀飯 拿來煮 呃不是稀飯 稀飯我是今天吃的 昨天晚上我想一下 是 剩下的那一鍋 豬背骨湯剩下一小碗 跟白蘿蔔 我加熱之後呢另外煮麵 白麵條手擀麵放進去 然後把一整合特價的 美國牛 的牛肉片 放太久會 那個牛肉會壞掉 也壞的會很快 所以我看他已經有一點點 快要變質的 趕快拿出來全部整合 因為是特價品 丟到 豬背骨湯裡面去煮 煮的嫩嫩的 有點像你去吉野家吃的這個 牛肉 牛丼還什麼的這個飯的那個樣子 然後呢 麵 呃也是一顆蛋 切一點蔥花進去 然後呢把 前天晚上吃水餃的這個大蒜 呃醬油 麻油 一點辣椒 醬 豆瓣醬調的這個調味的 把牛肉沾這個醬 吃麵 哇真的很棒 這是我昨天晚上的宵夜 這樣子 所以吃得很飽 今天一整天下來 到現在都還沒有感覺到餓 表示我的熱量的補充各方面還算可以 所以晚上只要肚子如果再餓 我就把 巷口乾麵麻醬口味的拿出來稍微 加工一下加一點別的新鮮的菜 吃起來就不錯 這是我今天的防疫生活 龜西大法也睡了覺了 課也上了 上了兩場課程 呃 今天的青州小菜吃的也不錯 紅豆綠豆稀飯都吃到了 湯圓也吃到了酒釀也吃到了 今天過的蠻舒服的 好 這個就是 這種armacron 病毒 開始有社區感染 在家裡面我一貫的 居家 自求 吃房一餐 好不錯 好我們回應一下 副聯長 帶著作戰官 介紹方向地形 介紹了整個營區是三個 像樓梯一樣三個step 從第二個step 他們住的地方往下走 走到Ranger Company的餐廳 一路上最後講到的是 講了兩個人物 一個是 first sergeant就是聯事館長 另外有一個是 呃 聯長的駕駛兼船令Dolph 這樣子 看他們進了餐廳這個過程當中 發生了什麼事 好先喝一下台灣綠茶 損失了 他們趁著 他們走到 到大棵的棵樓 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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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門 他們走到 向 那这两个人呢 就沿着蜿蜒的小路往下 走下陡峭的小径 一直到山谷的谷底 走到底了 然后呢 就会到了整个餐厅的后方 整个餐厅的后方有侧门 他们不走侧门 他们走侧门进去 因为正门是给士官兵走的 军官跟高阶的士官是隔离开来 跟在另外一边 所以他们走后门进去 就可以直接进入到 军官用餐区 这样子 当他们正要进到餐厅的时候 里面传出了圣额欲聋的 这种吼声 从里面传了出来 当然这个不用想 你在部队里面就知道 这是我讲的是美军 不是国军 美军的士官长 开始在管部队了 好所有的Rangers你们大家听好 这里不是Howard Johnson's饭店 你们不要以为来这边吃大餐 这边是我的 我管的 我的意思就是说我管的 所有的动作按照我的规定来做 不要吵花样 乖乖的吃你们 陆军帮你们准备的饭 不要挑 不要选 and move out 吃完就滚 你在美军吃过饭就知道 美军的这种叫cafeteria 我们之前看我们五四两旅搞的那个应该是样板 可能是以前 我认为是于北城在 老弟在五四两旅当 旅长的时候 做了一个样板 那时候很不错 一直沿用到现在 据说是这样子我不知道 也就是说每一次要拍军中伙食 要准备做大外宣的话 就到那边去做一个样板拍摄 一直这样 那我在forbending吃过美军的野外的送餐我也吃过 口粮MRE我也吃过 营区里面的军官餐厅我也吃过 就跟这个很像 只不过我们去的是军官餐厅不会有兵 所以进去不会像这样有人去管理 因为我们不在一个连队里面 我们是受训的学员 而且受训的学员里面全部清一色都是军官 那是军官班队 所以不会有兵跟士官混杂在一起 但这个不一样 这个是一般的连队 所以就会有士官长站在排队 每个人拿着塑胶餐盘 如果在美国也差不多是这种可回收的餐盘 然后呢去 cafeteria是说你可以挑主菜 然后后面就是buffet 后面的东西可以无限量供应自己拿 从牛奶果汁 水果 全部是 无限量供应 但你不能乱拿浪费 浪费食物美军是不容许的 你吃多少拿多少 所以他的设计是前面主菜属于cafeteria这个部分 你可以挑 你要 比如说有羊肉块 有牛肉跟你吃 呃去餐厅点餐一样 那个别人会问你你要鸡排羊排牛排还是什么排 可以点一到两份的主餐 还有 哦这种大家觉得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那叫gravy 听说是用收水油组成的我不知道 我听有人讲那是废油 油不是机油那种废油是吃饭 剩的一些东西 有点像我们讲的那种 哦吃这种 呃 那个那个台语叫什么我不知道 就是有人上面卖很便宜的餐 但是呢他是 他是吃剩的 还没有受污染的 回去回锅重新煮的这种菜做成gravy 我不知道那个gravy是什么 蛮好吃的 饭有点像泰国的米啦 硬硬的子弹每一粒一粒的 但你要选那个也可以 所以他是有 可以选自己选煮菜的 那个人是有一个 有一个火石兵帮你打 后面可是自己拿无限量供应 哦所以他 我是1991年在Fort Banning 就已经这样吃了 所以我们国内到现在 还是在搞那个滑而不实的东西 我不知道到底在搞什么 但这个是部队里面 大家在挑的时候 有时候会想半天 排队的时候会想 呃我要这个我要那个会挑半天 时间就会拖很久 所以 联事官长就要站在那边骂说 你们不要挑了 动作给我快一点 哦 这边不是Howard Johnson 那这个 Howard Johnson 在1970年代 60年代那个时候很有名 是美国的一个连锁 由连锁餐厅转变成为的 住宿酒店 在当时是很有名的 那为什么另外还有名 因为他牵扯到一些政治事件 呃我们中文好像叫翻成豪森 酒店 19 大概五几年的时候 哦那时候1960年代 美国大法官视线说 学校里面 不能够黑白分校 有色人种黑人要上这间学校 白种人才能上这些学校 但是大法官通过视线之后 不是全美国就开始实施 南方是抗拒的 抗拒很久 因为那是 那是文化 所以你在 南方的州 你就会看到他们那个白人跟黑人 分的还是很清楚 哦这样子 那军中 这个问题 很快是被打破的 因为你可以发现在越战的时候很需要 大量的前线的 基层士官兵 黑人有色人种居多 因为黑人找到了自己可以 驾驭超越种族这种 色彩的意识形态 的一个他的舞台 可以看到很多重要的士官跟 军官干部他都是 有色人种 非洲一的哦 而且都做的其实还不错 后面才有Column Powell 这种有色人种当到 国务卿 当到 美国参谋首长的一期会主席 这样子 所以那个时候越战1960年 那个豪森饭店就发生一件很好玩的事 1956年还是多少 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 裁定违宪 黑白不能分次要一起上学 南方是抗拒的哦 那有时候有一些学校是开放给 有色人种小孩进来 白人就转学了 所以这个乱了一段时间 那豪森酒店是抵死不从 就是说 他不服务有色人种 因为他里面从领导阶层到服务生 第一线的服务生全部都是 用白人为主的 他那个在南方还是很重的这种色彩 可是北方是很快就不吃这一套的 就开始混 有色人种跟白人混在一起用餐 所以发生了一件事情 为什么Howard Johnson是这么有名 在那个时候 195几年的时候 有一个加纳来的财政部长 属于国家局的部会首长的官员 访美 下榻在豪森饭店 在 靠近纽约这个地方的 华府这个地方的 Howard Johnson是 可能是在New Jersey 我不知道 大华府地区 他去用餐的时候 服务生拒绝服务他 哈哈哈 哈哈哈 不理他 他在里面啊 没有人理他 服务生不鸟他 因为服务生认为他是有色人种 不服务 但是这个人的身份比较特殊 他是受邀访美的 加纳的财政部长 这是我从资料上看到的 这件事情闹到 轩然大波闹到多大 当时的总统艾森豪出来道歉 所以Howard Johnson就是一个 在那个时候的代表性的一个 呃 属于划时代式的 这种黑白议题 种族议题要总统出来道歉的事情 他间接了直接催化了 这种 segregation 种族分离政策 再进一步的向前迈一步 哇这样子 所以这边为什么会出现 Howard Johnson是有道理的 因为这个First Sergeant是黑人 哈哈哈 他骂的大部分是白人 的兵啊这样子 他有一些作者的特别安排 那我自己在Fort Benning是南方的州 确实我们可以看到即便在1991年那个时候 这个 黑白也 这种对抗分明为什么 南方的州黑人其实人口数多 跟华府一样同学不要以为华府是白人天下 不是人口比例来讲黑人人口数多 所以他们的那个 Mayor多半是黑人 因为白人选选一定选不上 好这样 大部分是黑人 南方的州也是一样 所以我自己在Fort Benning 我的语言没有问题 我跟老美一起进cafeteria 你会发现 那个 咬菜的那个是有色人种黑人 的那个厨师Cook 可能是服务生咬菜 我在那边点菜的时候 他会故意不 他会故意想说听不懂不理我 哈哈哈 会这样子哦 等于黑人也会对另外的有色人种 也会歧视的态度也会哦 这样子 我可能被当成另类的 外国人有色人种啊这样子 但老美不会容许这种事情发生 我在点的时候 如果那个服务生黑人的对我有 不友善的态度 后面就会有 我老美的 的朋友上位的军官就跳出来说 你是不是在歧视他 你这样违反 相关的 就是种族歧视的这个规定哦 他会被告哦 他会丢工作好不好做了 他吓一跳赶快改变态度 这个在南方是有的 或者说你到餐厅去 心里是白人 服务生是黑人 他看你是亚洲面孔 很少见在乔治亚洲 他会故意不服务你 好这样子 所以你坐在那边干等 两个小时 不会到那么久了 他附身就是故意不服务你就对了 你点完了他还是不服务你 菜很慢才上来 可能没有跟厨房讲 所以有一次我就在那边等了很久 我就有点抗议 就去跟经理抗议 经理是白人马上出来跟我道歉 我跟他讲 看到那个经理很 很友善 我就跟他讲说算了 他说不不不 这个不能算了 这在我们这边是大事 一直跟我讲说 希望我不要介意啊 这样子 但是没有算我便宜 所以这是他们那个时候的文化 确实会有 但不是每一个 黑人都这个样子 不是有一些会有 这是我看到Howard Johnson 的这种 为什么出现在这边 他有一个划时代的在那个年代 1960年代有这个象征意涵在 那副连长就 对Shan笑一笑说 哎这就是 你要习惯了 我们的 联事馆长就是这个样子 他管联队管得很轻 他没有见到这个人 但是上过他的厕所 门打不开 哈哈 里面一层不染 进餐厅又听到他在那边 啊管部队吼得很大声 他就想说这个人一定很精实 然后呢就 再转身把门打开 哦这样 这个门不是厕所门 所以不必用力 哦 这边没有8条内台 把门封住 但相信也有封的蛮好 因为苍蝇蚊子会飞进去 虫会飞进去餐厅 尤其是餐厅的卫生 清洁特别重要 为什么我以前管餐厅管得很轻 因为 不是只有管伙食 里面跟外面 所有 你都要注意到清洁 否则很快就有老鼠 很快就有虫 很快就细菌 都来了 所以火防不是只管菜色好不好 里面外面周围所有的 环境卫生整洁全部都要管 所以我对 官渡指挥部 哦那个不撑头的52期的陈文帆 在过水去当官渡指挥部指挥官 发生火防兵看了一片打麻将的事情 我觉得不可思议 我以前管的 即使是一个营一个连 营部连的 火防兵 平常煮菜净菜 吃完饭不是没事 还要打扫 还要把东西归位 跟外面的餐厅管理没有什么两样 餐厅打烊不是就没事了 他要 做里面的清洁打扫 哦要整理 很多东西要弄 所以火防兵是一天到晚 忙到就就请就暗示就请 不可能会有时间让你打麻将盖一片吧 表示 像陈文帆52期这种属于保皇派的 太监出来的 他不会管部队 人家也知道你不会管 到处都是死角 哦这样子 这是为什么我讲说太监出身的 下部队一定乱 这我们不是随便乱讲 有历史证明 记录可考 所以这一次Armicron的 哦这种外来 当然有人注意到机场是不是境外移入 我一直在讲 金房部的指挥官贺政回来之后 交接给陈宗文 56局的陈宗文 进去第一件事情就跟着金房部的 那个不撑头的老弟正在主任 开 类似开趴的意思哦 所有人迎新集合到晴天堂里面 那个密封的 坑道里面去 脱罩狂欢 会不会是从这边也传进来的 我就说那个是一个 防疫上面要开罚的一种行为 好这样子 这就是太监出来的陈宗文 跑去搞出来的 好这样子 至于说那个八十年班的老弟 政治作战学校的出来的 哦那个 看起来 天鹏元帅转世的 他是不是太监出来的我不知道 但以他这种 哦这种精良 可以去当同防部的司令 又当金房部的司令 还身少将可能暗示生的 他一定 跟太监这个路线 脱不了关系嘛 我们台面上全部是这种太监治国 徐原浦 是不是太监我不知道 但是陈宝宇你不用震怒吗 这种人事作业你看得下去吗 老邱就不用讲 他基本上已经脑死了 他已经没有思考能力了嘛 哦这样子 嗯 万一我们国内的疫情有一部分是 破口是从金门 那一次晴天厅 脱罩狂观造成大群聚 然后有人返台 是不是也是一个破口 跟非洲猪瘟的破口一样 好这样子 企图从 哦这种金门这个地方非洲猪瘟进来 我们把非洲猪瘟防住了 人温没有防住 我觉得陈宗文跟 这一次的金防部的 征战主任 搞的那次晴天轻的军民狂欢 脱罩狂欢 就是一种 细菌战 生物作战 嗯 他们进入 一个警团的 他们进入 他们进入 射击的 网站 他们进入 射击射选 则 人家的 射击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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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射 射击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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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連隊了一個餐廳 副聯黨跟帶著作戰官 去從側門 餐廳後方的側門進入了 走過進門之後就走過了軍官跟 屬於高階的資深士官用餐區的入口 他們入口跟一般的大部隊不一樣 他們走側門這邊進來 所以通過了這個入口 進了餐廳的門再進入到用餐區 另外有個入口 然後走到他們指定的用餐區域 軍官有軍官的用餐區域 可能座位還有分 稍微分一下 因為一個連隊軍官沒有多少 聯長副聯長作戰官幕僚 作戰官情報官等等 大概就只幾個 五隻手手可能可以算完 情報官其實就是排長 還在住院 然後呢 盛隊的這個軍官用餐區就是排隊的 Ranger company的士官兵 低階的士官跟兵排隊 取餐 拿著盤子 手上 拿著 塑膠盤 我們不是喔 我們以前用餐是拿著餐盤 還得自己帶鋼碗跟要飯叫花子一樣 拿著筷子 以前真的是 叫花子部隊就這樣設計的啊這樣 那這個怎麼來的 因為長官以前在大陸打敗仗的時候 沒飯吃的時候 大家就是拿了一個碗 拿著筷子用餐 所以 一直到我退伍前都還是拿著碗拿著筷子 這樣子 美軍在我還沒出生的時候 人家用的是塑膠餐盤 免洗 但是在前線喔 然後呢 軍官用餐區的正前方是 就是大部隊入口 排隊領餐的地方 左手邊 就是主要用餐區 也就是士官兵的用餐區 面積會比較大 軍官是隔開的 有一個身材矮小 這邊的身材矮小 不是我們那個不到160啊 不要忘了 他們的正常身材 像做單官是 不滿6英尺 大概180公分 比較矮的話 也有170公分 不會像我們那個未滿160啊 一個身材比較矮小 但是呢 體型壯碩 肩膀很寬的一個黑人的 非洲裔的士兵 站在排隊領餐的 部隊的後方一步 開始吼 開始 管理部隊用吼的 為什麼要吼的 一個連隊100多個人 用餐大排場喔 你當然是用吼的 讓他動作快一點 你如果沒有人在旁邊管喔 大家開始 東弄西弄 那一餐可能吃到下午都吃不完 You and tourist rangers Quit asking for a choice They got eggs scrambled Period None of this sunny side crab That's what queer and civilians eat Civillians eat 那個其實是Civillians 是老百姓的意思 他用那個字 用那個腔調 Civillians 這樣子 Eat Move out 這樣子 好 這頁剛好玩 他吼什麼呢 你們不是來觀光客來這邊觀光的 你們這些游擊兵 Rangers聽清楚 不要再去問要選什麼煮菜了 不要挑的意思 這邊只有炒蛋 Period 其他免談 不要再去問有什麼 你去麥當勞叫的那種 Sunny side up 那個叫Sunny side crab Sunny side up就是 荷包蛋煎一面 上面那一面 跟太陽一樣 那個叫太陽那一面向上 Sunny side up 他說你不要去弄 去問有沒有這種荷包蛋了 就只有炒蛋 炒蛋很快炒一炒 那種荷包蛋還要用模型弄成圓圓的 像麥當勞賣的那個一樣 你不要問了沒有這種蛋 你要吃這種荷包蛋 這些都是 Queers是 那個時候軍中罵人的話 就是同性戀的意思 那個是同性戀跟老百姓吃的 死老百姓吃的 你們這些Rangers乖乖吃炒蛋 領環趕快滾 趕快去用餐去用餐 他們沒有什麼起立盡理 我們不是 我們是進餐廳了 以前 現在可能不一樣 還要在那邊立正做好 餐具標籍對陣 等長官進來 然後還要說不定還要 執行官還要跟長官進裡 回報人數 用餐人數 長官說好開動了 那個 執行官進完禮 向後轉才能講 喊開動 大家才能動筷子 老美沒有來這一套了 我們是宮廷文化 在軍中這種 這種宮廷系統 所以大家很喜歡當軍的原因在這邊 可以當皇帝 土皇帝 好我們就講個一頁 下面這一頁 當然我們今天講的未買一頁 大概 還差一段一頁 因為有一段我們上次講 講到了 所以我就不再跨業講 因為今天的量應該也夠 40分鐘 喔潤個喉 朗讀一下 我們今天就算大功告成 週末假日喔 不要搞太累 就開始接浪讀 這就開始接浪讀 他們 went down the steep trail to the valley floor and onto the back of the mess hall they walked into a side entrance and were about to enter when a booming voice ran out front with them Alright Rangers this end Howard Johnson's says this is my mess hall eat your good army child and move out Trailway smiled at Shen the first sergeant to turn and pull open the door they had entered through the officers and senior NCO's entrance and walked into their designated eating area directly across from them was the serving line where Rangers were lined up and holding plastic trays to their left was the man's eating area a short broad-shouldered black soldier steal the pace back from the line of waiting men yelling U.N. tourist rangers quit asking for a choice they got eggs scrambled period none of the sunny side crab that's what queers and civil yans eat move out 好 那後面就是在講 這個first sergeant的外貌 看起來怎麼樣 你是一個 嚴格 的一個 專業的軍人 樣子看起來就不一樣 那我們那個是突間避眼極扣 跟同學講的一樣 突間避眼極扣 那種看起來 不是肥頭大耳 老闆長肥 要不然就是武短身材 馬戲團小矮人 出來耍寶 這種一大堆 突間避眼球 這種一大堆 這樣 所以我們 像人一樣的站出來一個都沒有 這樣子 去看老美的 序列有數的部隊 那個站出來樣子就不一樣 你才管得住部隊嘛 所以我們雖然講說 我們不要以貌取人 只有一種地方 要以貌取人 你是管理的軍方 管理的人 否則你會有一大堆的 所謂的暴行犯上的事件 為什麼我們時常看報紙 看到那個兵有時候不爽 有時候暴力相向 因為他認為你管我的人自己都 管不好你自己 你憑什麼管我們 這就是我們 破銅爛鐵收進來 只要你是人 還能呼吸還有心跳 就錄取囉 就招募成功了 充數字 然後這些人 訓練也不精良 本身也是進來混的 你站出來管部隊 你怎麼管 這樣子 這讓我想起位前 以我的標準 在當冰淇淋聯長的時候 交執心的時候 部隊只要我執心一交 就亂了 軍紀解放 為什麼 裡面又是赤龍赤鳳的回憶兵 又是各種奇怪的兵 誰接我的執心誰倒楣 部隊 執心交接一完 就開始軍紀解放 所以沒有人敢接我的執心 結果有兩個 好像有聯長在休假 那個副聯長 一看要帶你聯長接執心 就賴給另外一個接執心的副聯長 兩個副聯長居然在部隊前面 為了不接執心打架 我一去看 我說還有這種事 你們在搞什麼 兩個人把執心帶 在部隊面前 一個人要交給他 他把執心帶甩回去 不要丟給我 那個人又把執心帶甩回來 部隊就在那邊鬧 我在遠遠的地方聽到 怎麼有這種喧鬧聲 走過來一看看到人間奇景 兩個副聯長中衛 聯長不在 聯長是專課班的 副聯長是關域的 不敢接我的執心 這樣子 我人都還沒到 就把那個執心帶大家丟來丟去 好我們今天就講到這個地方 可以提供同學做個參考 美軍在 50年前 560年前大概的樣貌是這樣子 我們的國軍是什麼樣子 所以我們要打現代化的戰爭 不是買一堆現代化的武器就算了 腦袋瓜沒有換吧 陳寶瑜現在搞的那個城鎮戰那種 雷射 戰鬥儀 我1991年在4Banning早就有了 為什麼拖到現在 大家不願意用 為什麼習慣用關刀 習慣用大刀隊 習慣吃槍樹 那個東西一進來還得了 我們這些會耍關刀了怎麼辦 這就是老邱這一輩以上人的想法 所以國軍永遠沒辦法進步 才會 發現我之前講在官校 16期的 蔣仲林當總司令 怒氣沖沖沖到官校檢查有沒有穿 連勤發的黃埔大內褲 為什麼 因為他喜歡穿黃埔大內褲 覺得很好用 第二個 黃埔大內褲不穿了 我們如果自己去買外面好穿的 連勤 的很多人會失業 連勤很多人失業的話 連勤總司令可能拿不到 回扣了 可能上繳的歸費 上繳到蔣仲林那邊又變少了 所以怎麼辦 叫大家都要用 先從官校檢查起 我們變成穿的黃埔大內褲在接受檢查 這樣子 軍眾就是喜歡搞這一套嘛 所以我前面才講 第五重隊 對於 黃埔 嫡系 一賣黃埔出來的 沒有用錢搞不定了 他們太了解 因為私出同盟 都是陳誠這一票人訓練出來的 何應青這一票人訓練出來的 裡面就很多是共產黨 陳誠雖然不是 但他跟老蔣剛開始也沒有 也沒有數得很好 因為老蔣把他的 拜把兄弟槍斃了 老蔣把鄧眼達槍斃了 在1925年 繳共親共的時候 把鄧眼達槍斃了 鄧眼達其實就是 陳誠的 腮乎 陳誠是一個不斷無短身材 而且突肩閉眼疾空 集所有我講的 馬戲團余義生的人 他去考 日本陸軍士官學校 第一戰就人家叫他滾 他去考 退而求其事 考保定軍校 人家一看他那個馬戲團來刷保 也不錄取他 是他動用他老爸的關係找了 當地的浙江的議員還什麼的 作弊的方式弄了一個背取 在想辦法 偷天換日變政局 保定八級的炮客 是這樣的一個人 鄧眼達留校 在保定軍校剛好交到他 鄧眼達也照顧他 讓他能夠進入保定軍校 還把他介紹到 黃埔路軍官校 所以老蔣要槍斃鄧眼達 好像1925年我記得 清共的時候 陳陳出來 幾乎是跪求 身類俱下求老蔣不要槍斃他 也找了宋慶林去 去講沒有用老蔣一直把他槍斃 這樣子 所以其實陳陳不是 不恨老蔣 是恨老蔣只是不敢講 他們兩個也沒有處得很好 這樣子 我就 拉拉拉扯到這邊48分鐘 那同學如果覺得說有一次性的 間歇性的 比較 不划算來做 線上課程私底課程這種600塊700塊的課程 我會大力 鼓吹鼓勵同學上 購書諮詢課程 不管你一次性的怎麼樣200塊買一本書 我們就有一小時完整的時間來專門處理你的問題 這個方案很受同學的歡迎 沒有次數限制 你只要隔了一段時間 又有問題了也可以再買一本書或是你一次買兩本書 多多採用我這個購書諮詢方案來做諮詢以外的 問題解答也都很歡迎線上也可以 所以我強力的鼓吹這種不是定期上課的同學你是臨時一些小問題 不是屬於課程安排有一些進度 是有 這種 時序性 慢慢慢慢往下學 這種連貫性的 課程是屬於零碎的 零時性的 歡迎採用購書學習諮詢的這一套 我推出很受歡迎很受歡迎的 一本書200塊 零時性的解答一些 沒有關聯性的零時問題 那你是正規想學習一套很完整的就按照 我安排的課程的內容 來做比較複雜度高的 他有連貫性的 他有一些安排的 這種 學習進度的課程 你就用線上課程 零時性的我都歡迎同學一次買一本書兩本書三本書都可以 你認為這一次的問題可能要三個小時才能解決完你買三本書 臨時性的買三本 這書你有很多了沒有關係 可以捐贈 圖書館 捐贈 慈善機構 捐贈 孤兒院 捐贈醫院都可以 歡迎大家做這種正能量我也是利用這個 方案來做正能量的散佈回饋這樣子 歡迎同學多加利用 感謝同學晚安我們明天再見 2 6 ó7 7 8 9 10 12 9